各位看一下月相盈亏 月相盈亏的原理是高一学过的知识 另外日时跟月时这个也有 你如果找不到你的高一的讲义 丢到哪里去的 你看那个老师的简报也可以 我有把这一页复出来 你第一个要懂月相盈亏的道理 我不知道各位这两天有没有看到月亮 昨天有看到月亮举手 应该放学可以看到吧 手放下就在校门口 抬头就看到了 昨天月亮什么形状 接近半圆 对不对 那你昨天看到的时候是不是黄昏就看到了 放学以后看到的吗 是吧 或者第八节你就看到了 对不对 那你看到的是不是在黄昏左右 或黄昏之后 还是在清晨看到的 黄昏嘛 那他应该是上闲还是下闲 农历是初七初八左右 你们知道今天农历几号吗 家里有没有拜报 今天重阳节 对不对 昨天是初八 前天是初七 前天跟昨天如果你有看到月亮 就是从弯弯的慢慢变成半圆的 可以吧 你在黄昏看到 所以这个是基本概念 就是你要知道你什么时候看到月亮 会跟他通过直五线的时间有差别 你看哦 我高一讲过了 月球升起跟落下时间要不要背 不用背了 因为你只要知道什么时候过中天就好了 了解吗 好请抬头看一下荧幕 太阳公公这样过来 我再讲一次技巧都一样 从太阳中心往地球中心往月亮中心画延线 那如果只要看太阳跟地球就从太阳跟地球画 如果你太阳跟地球画一个延线 不够清楚的话再延伸 都可以吧 可以再把它延伸 现在请问 如果我们的月亮刚好运行到火门和太阳中间 这一天我们会看到什么月下 这天的月下是什么 硕又叫做星月 高一我们有介绍过了 因为我们看到只有这一半 而这一半是背下太阳的 初一 那你现在想一下 什么人什么时间会看到 不是这么看到了 什么时间 当然我们看不见他 星月 朔会通过我们的头领 看图说话 就是正五十二点 找时间就是找太阳地 现在老实话这个小男子的人 是正五十二点 月亮是高度的天空 看不见 因为我们是面向它的背光面 好 那如果你觉得这很抽象 就像我这样子自己找一颗 两边不同色就可以了 那没有关系 自己想像或自己画一下 诶 开头一下 如果太阳在那种方向 你求观察者面对太阳 正对太阳正五 而月亮刚好在我们中间 又在我们左底 它一定是什么时间 正五的时候 同学 正五在最高的过中天 那什么时候升起 就推测一下就好了 升起到中天大概是六个小时 因为是地球自然造成的 周圈运动嘛 下去也要六个小时 所以你还要不要去背 清晨跟黄昏落下 不用了 你就背过中间就好了 跨途也简单 那昨天是初八 今天农历初九嘛 月亮跑到这里了 这是大月的数字 初一一定是硕 但是初七初八 哪一天是上前 农历十五十六 哪一天是满月 那就不一定了 因为它不是刚好整数的 初一一定定为硕 应该说硕一定定为初一 好 现在如果月亮在这里 我们是要上前月 上前月有三个基准 可以判断它 第一个 上半月 农历十五号以前 大概初七初八左右 可以吗 第二个标准就是 看一下喔 什么时候会通过我们头顶 画一个人上去就知道了 在头顶上应该是什么时间 逆时中暑 这是正午 这是子夜 我写二十四点好了 这边应该几点 这边是八点 逆时中暑 那这个就是清晨六点 时间要听出来都是太阳性 正午找到的 逆时中暑就知道了 好 现在如果有一个人 头顶上月亮是半圆形的 请开头 你要自己想象一下 我照顾的方向 太阳现在从窗户那个方向照过来 可以吗 然后月亮如果高画我们天空 看起来是一半亮一半暗 那代表这时候是三者乘直角 太阳 地球 月亮是乘直角很关心 那我们就会看到一半瘦光面 跟一半的黑光面 月亮就会是半圆的了 那这个时间什么时间 黄昏 就像昨天 傍晚 我们就看到高画天空了 大概什么时间 十八点 但是这个近似的 因为还有时差的问题 那不管如何 大致就是十八点 黄昏就好了 你会看到上显月高画天空 可以看到黄昏上显月高画天空 代表它即时升起这样子 中午升起 黄昏到这里 清晨就落下了 没有 半夜十二点就落下了 所以你会在半夜十二点之前 还是之后看到 是不是在午夜前看到 你会在前半夜上半夜看到 所以我现在念的就是 上显跟下显怎么分 上显就是上半月 而且会在上半夜看到的半夜平月亮 各位看一下下显 我画一个颜色画 老师这边画一个粉红色的人 几点钟 用太阳符 对这个人来讲 太阳是不是刚好从季平线方向正要升起 日出东方的呢 清晨 那这边当然就是喜 读方位读时刻都是找太阳笛 日出的方程是冬天 可以吗 不一定是正东 但是大直是东方 那他落下的话就是西方 所以我现在画这个人是几点钟 清晨六点先读出来 然后他看到头顶上 高挂天空是一颗半夜形的亮 抬头就像这样 就像这样 太阳是从我们的左手方照过来 把这个亮面照出这样子 然后暗面背光面 所以我们看到刚好一拜 那我们就会看起来是半夜形的 你会在清晨六点看到高挂天空 在天空过冬天 对不对 代表几点升起 清晨六点过冬天 是不是子夜升起 清晨到这里 几十落下 五十落下 那你会看到的时间 应该是在半夜到清晨这段时间 也就是下半夜 如果黄昏到半夜到清晨 当做一个晚上 那一个晚上的后半夜就对了 所以你下前怎么分 下半夜 下半夜 你可以看到的 半月形的亮就是下前 你有没有那种经验 今天太累了 因为昨天晚上 跨年或干嘛 你睡觉 然后你回家就开始睡 睡在这后 你看到外面微微光你醒来了 对不对 那你要搞定你现在要是白天 还是晚上 是清晨还是房门 你能够这种经验 有的话你就知道 有人会不知道 现在到底几月七号或几点钟 那还有一个方法可以判断 就是万一你在野外迷路了 可以用月亮帮助你找方位 除了用星星以外 月亮也可以帮忙你 知道吗 好 那现在这边它有写冬或西 有没有 就是亮面朝那边 来 请在这里 抬头 这个最简单 这是上弦还是下弦 我放个位置 是不是下弦 可以齁 那亮面一定是被谁照亮的 圆的这一面是被亮面 一定被太阳照亮 所以规则就是亮面已经朝上谁 朝上太阳 那你像这个亮面在朝谁 对这个人来的是清晨六点 日出哪一边 是灯花 是把这一面给照亮的 所以它看起来亮面就会朝向那边 东边 不只是它 只要是在这个位置的 亮面都会朝向它 对不对 当然你一定知道 这个是观月 这个是突月 但是亮面一定会朝下太阳 照过来的方向 这是下半 这是下半月的 上半月会怎样 来 看上弦 看上弦 你要倒着想的 有一个人站在这里 几点钟 大概18点 黄昏 画一个地平线帮忙 现在回答我 对这个人来讲 太阳是从这个方向照过来 平行地平线方向 而这时候是18点 所以对这个观察的人来讲 这是哪一方 西方 我故意倒着险 你转过来就真的 然后这边是 东方 注意东西都是靠谁来定 太阳 现在是黄昏 所以太阳是从西边 地平线方向照过来 对他来说 这个月亮在这边 是不是还是这一面的照亮 你要倒着想 这个人看到是这一面照亮的 而这一面亮面朝谁 是朝太阳 所以就会朝着西方 所以一个是亮面朝 跟亮面朝西 学生有考过校园月亮 所以昨天你在校门口方向 有没有看到月亮的高华天后 亮面朝右边和左边 没有学问的做法 我们校门口 拱门 月亮是不是在野指数 再更高一点呢 你看起来亮面朝哪边 有没有人记得 昨天 昨天亮面朝哪边 朝这边 亮面朝这边 对不对 你知道我们校门口是朝哪一边吗 用这个可以推理 我们校门口是朝北还是朝哪 你看这里 这个月亮的亮面在朝右手边 代表太阳从哪边照过来 是从这个方向照过来把它照亮 对吧 它当然你要放大去想 它是从右手边这边照过来的 那时候是黄昏的清晨 黄昏 所以亮面朝那边 朝西 换句话说太阳光的方向 我们校门口右手边 往宝橋方向走 就是西边 那如果你往迈道路方向走 就是东边 那我们是面对哪一边看 海贝 东边在左边 西边在右边 是面对南巴 所以校门口方向是南边 那边是一定一大楼 我们北边 当然你们可能没有留意到 第一道正面的方向 那边是我们北边 太阳在哪边照过来 你看我窗里面都关着 早上太阳窗里面照过来 从那边嘛 对不对 早上太阳在哪边 那黄昏太阳就跑到另外 往右手边走那边的 可以吗 所以它是可以看断方向的 这是面对南方看的 那如果我们真的面对西方 在月亮快要落下的时候 是会面对西方 喂 如果我们面对西方 月亮就会长这样 所以月亮是长这样 竖着的还是躺着的 要看你面对哪一边 什么时间 你看会有变化吗 好 如果你面对西方 看它长这样 是上前还是下前 上前还是下前 面对西方 你就想太阳是不是从西方 地平均方向这样照 你把它照亮的 那這時候應該是黃奶現在 差不多這樣 黃昏之後嘛 夜晚是白天 黃昏之後的夜晚 所以如果我們用這張圖來畫的話 夜亮在昨天晚上應該是這樣找的 昨天中午他就升起了 面對南方來看 昨天中午他就從東方地零現12點就升起 然後到了18點的時候就跑到我們的頭頂方向 沒有 剛剛在頭頂方向 但在過中間 然後開始奚落 開始落下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看到它怎麼落下的過程 什麼時候會落到地平線 幾點 24點落下 就是這個時候寫的 上弦的時候就是這一張所寫的 在這一方 好 那在哪兩天會發現日地月剛好一直線 產生互相遮掩的效果 哪兩天 腳步有寫 看圖也可以 是不是在錯跟忘的時候會出現互相遮掩 今天出久了嘛 10月8號是今年這個月的9月9月15 有聽說嗎 那今年第二次月選時我們可以看到 就在下雨賽10月8號 如果天氣像今天這樣應該還是有機會看到 好 那如果晚上你有機會 他出來就缺了 因為他出來的時間是5點多 應該是他缺了時間是5點多 還可以這樣來啊 可以直接用眼睛看就好 看太陽就比較重視 所以你出題的時候 怎麼樣觀看月時 就直接去看而已啊 好嗎 日時的話 太陽你如果直接這個看嘛 有機會吃不上 預備 月時不用就直接看 欸 如果我會出題目 我看如果天氣還可以 我就出題了 我先預告一下 如果你有看到月時 用手機或相機把它拍下來 好嗎 然後我會做一個加分 做一個個人上傳的照片 好 不用一整天 你看到他就拍一下 他會有好幾個小時 他比日時好觀測過了 好 這次有關於 這次有關於 日時月時月向明輝 欸 我就當你學過 我就講到這邊了 好 不會了自己再把它弄清楚 謝謝